这帮人呢自视甚高 他怎么可能自降身份 去一个展会的小柜台上 然后拿着自己的证书 舔着脸说 自己是大师 姑娘 你是个仙子 不然 你怎么生的这么美 老铁们 这是粉丝朋友啊 发过来鉴定的东西 这套东西呢 齐活 收藏证书 打开之后 大家也看到了 新疆和田紫玉 杨纸玉 平安武士牌 那这个作者的名字 咱们就不漏了 这是一个大师 做的这么一个平安武士牌 可以看出来 公益精致 是不是 还有落款 尤其是这四个框 刁的简直就是 有一种浑然天成 把中华五千年的 玉文化历史 都沉淀到这条线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公益做的挺好的 那还有一个 保玉石鉴定证书 还是香港的 和田玉 说的没错 质地细腻什么 乱七八糟的 那这个证书 我也知道是怎么做 在我们这边做 大概要个百十块钱左右吧 那这个牌子 咱们说回来 刚才咱们大师的证书上面说明了 是一个和田玉子料的 仔细看啊 这个上面的抛光痕迹呢 用的是这种柔光 排头呢 是这种防鼓排头 并没有看到毛孔之类的细节啊 其实这个在我们来看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东西 它是一个青海料的一个牌子 我们这个朋友花这个牌子花了一万三 一万三还是多少 反正就一万多吧 这个链子呢 它又花了一个四千 这个链子是我在市场上最不愿意去接触的一种类型啊 我也坚决不会去卖 就是带一点点这种颜色 就说它是子料的这种东西 市场上真的好多啊 而且也没有子料的痕迹可循 带个颜色就说是子料了 而且这个颜色明显是染的 那我们再说回来工艺 这个工艺呢 依我来看啊 应该是一个机器的工艺 然后手工做了一下修饰 大师一般不会做这种东西的 那我们这个买家说 这个大师是在一个展会上面 带着这种证书 告诉他这是新疆和田料 想的自己都露脸了 应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展会啊 那种地方它不像是实体店 它是一个只办一周或者是十天 然后大家就散伙的地方 所以在那里你就算不要脸 后续你也找不到它了 是不是 那真正的有工艺的东西 来咱们看看 这个咱们之前上过镜啊 这个是一个纯手工做出来的 包括这个牌头也是 是不是很有设计感 前两天的视频应该有朋友也看过这块牌子 后面是心经 这个心经的字呀 也都是纯手工刻上去的 很惊艳的啊 你说这个有工艺 而且是很好的工艺 咱们认可 但这个啥也没有啊 怎么就大师了呢 所以啊 证书不可信 大师也不可信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名一点的雕刻师傅啊 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师们 很忙的 就是给他做一件东西 甚至有可能一年才能给你做出来 是要排队的 工费还高 这帮人呢 自视甚高 他怎么可能自降身份 去一个展会的小柜台上 类似于地摊一样的地方 然后拿着自己的证书舔着脸说 自己是大师 这个所谓的大师 包括这个证书 你在网上去查什么的 都能查得到 但是能查得到 只是说人家把网站也做好了而已 不代表任何事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就花了一万块钱 买了一个大师的名头 这个大师名头 你在网上去查什么的 全部都是正规的 但是呢 东西不是那么个东西 事也不是那么个事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啊 官人 我真的不能再喝 你不能再到了